有人说这辈子要穿越318国道一次 才会觉得人间值得不虚此心 而我此刻正走在这条梦想的道路上 2022年初春 我毅然踏上天路 去寻找人间最后的净土 一首康定情歌 帮我走进摄影家的天堂 草原尚未开花 而我们却早已心花路放 依山而见的雅江县 唤起了我对山城重庆的回忆 在天高地阔的卡兹拉山口 我纵情奔跑 来到苍阳加措 一生都梦想去走走的礼堂 最近全网爆火的赛马王者丁真 大家估计都知道吧 礼堂就是丁真的故乡 道成雅丁的一场雪 让我邂逅了最美的珍珠海 香城让我想起邓超的一句话 如果只是路过 我会在终点等你 昨晚在清德镇的睡眠质量太好了 今天我们要离开四川 进入云南境内 东望大峡谷 就像是地球最美的珊瑚 穿梭期间 人类的渺小 与自然的奇妙 倾刻渐分晓 金沙江大拐弯也叫月亮弯 站在峡谷边沿处欣赏大拐弯 在荡气回肠 星矿神怡之际 也不得不惊叹 自然造化的神奇 经过一天的等待 雪停了 天晴了 这一刻我明白了 守得云开 也是女人该有的前程 芒康千年古盐田 管若千万块景面 安静地守护着奔流不息的南昌江 山中一间清雅的小屋 带给我旅途中少有的安心和舒适 今天我就要在松战的鲁美山区 好好地养鸡虚锐 川藏线上最高的山口东达山 是我此心最能最能的地方 一连四季都有积雪 是登山爱好者们的圣地 海拔是五千一百三十米 这一高度已经接近了珠峰大本营 远处的邦达草原被白雪覆盖着 等到五六月份的时候 便是草绿花开流洋成群 又是别样的一番风景 从左供到八树就像坐过山车上坡下坡 这种翻山越岭的318国道 形成了七十二道拐的绝美路段 波蜜桃花沟的桃花 是宁芝开得最盛美 最肆意 最狂野的 不加雕琢 不经粉饰 悄悄地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绽放 在波蜜港村 古老的野桃树 苍劲的树干上 扶着融融的绿胎 而远处的是能角 冷峻的雪山 近处村民的木屋上方 深腾着寥寥吹烟 站在涉吉拉山口远眺 视野开阔 鲁朗宁海和南加巴瓦夫 就在眼前 谁说十人九个月 我第一次来就遇到了 从丹梁佛掌沙丘盐 雅鲁藏不将顺扭而下 到苏丰村 沿途的桃花实在是 每个无法用言语形容 这一段 我就暂且教到白银化了 如果我没有如期 赶过这场桃花盛宴 我永远无法想象 西藏的春天 既是这般全美 晨光初战 拉萨方喜 护达拉宫 庄严地立于山巅 与雄魂的气势 折服世人 伟大的西藏旅行家 郭迪说过 一千个人眼中 就有一千个洋湖 此刻我眼中的洋湖外围 蓝色的飘带 飘向一层风 不脱世人 以为 山上的石头 是这座半岛上 弓异的建筑品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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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然这样渡过了 七百个春秋 五彩的金帆 在水风吹着我的祈福时 也会把我的爱 牢牢地记载着 西藏 永远地行之首相 人间天堂 长在寸吵不生的山 山 风之上 哎呀 哎呀 当走进 道成亚丁的那一刹那 你就知道 所有的跋涉的劳苦 都值得 小爱同学 把房间的灯关了 九十公里五个小时 我们终于安全地 翻过了安九拉山 来到了 燃乌镇 推车打滑求助 担心余孙的并存 大家相互提醒 不可能走出困境 这一段经历 我岂漆难忘 我觉得这个石头 应该是刚塌下来的 因为刚才救援队 从这边过去的时候 已经抢通了 那个先生真好 他在指挥那些车辆通过 还好载啊 下面到我们了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会发生不含